我們現在在國父紀念館 吃披薩 有沒有 他這是蘇阿姨的披薩 然後跟他的炸雞是最厲害的 他是被披薩 他炸雞才是厲害的 我來吃炸雞 他炸雞很厲害 起司很多 附近有個國小 喔 吃起來太多事實了吧 國小有精靈 等我 一直在想 又有人躺過了 來這個 這個 真的是很糊 這真的超級糊 我先把你用 用那個 辣椒粉 這裡有胡椒粉 然後 番茄醬 沒有辣椒粉 這是什麼 肉 肉 肉 跟餅乾 沒有香菇 沒有香菇 吃披薩配金 他的這個炸雞是真的蠻好吃的 但是他上面會有那個 迷迭蝦還是什麼味道 意大利香料 然後所以他其實 看你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他裡面炸雞非常的薄 皮非常的薄 皮非常的薄 然後肉啊也蠻多吃的 皮到底很厚 啊 皮有點硬 吃炸雞 有點薄皮 很硬 上面都吃起司 很好吃 來 拿起司 老朋友啊 多吃點起司 多點熱料 其實蠻多人 推他的那個 炮雞 看一眼 他繼續找位子做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買厚的 其實他厚的是 他比較招牌 厚的是招牌 因為我看其實 我剛剛進去拿外帶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披薩 然後都是 反正都是滿滿的起司 我也看不到他的厚 底是厚的薄的 看厚的是薄的 看有沒有出過完就知道啊 有邊緣的耶 他還要不要喝水 WATER 看啦 嗯 嗯 今天來公園走走 放放工 會吃的朋友可以去蘇阿里 吃 吃到飽的 因為他其實是吃到飽的 蛤 他吃到飽的 你到底沒有吃過 我從來沒有吃過啊 這麼有名 為什麼 學生一定要去吃蘇阿里的呀 為什麼一定要有吃過呢 我就完全沒有吃過這一點 我吃到這一點 但我從來沒有 他門口 門部都是學生在排隊 這裡這裡 有CP值就對了 好吃 吃看 被披薩耽誤的炸雞店 那爸爸 橄欖 你這個吃到橄欖 好 好像不錯 真正都好吃啊 它皮蠻薄的 薄又脆 要他們吃到飽比較特別 他們的酥阿姨 對 你可以去上網查酥阿姨的披薩給 然後他吃到飽比較特別 就是他這個披薩 就你做好位置之後 你看他出爐什麼披薩 他就會沿途繞 然後藥的有給你一片 然後聰明再換口味 這樣子就 港式餐車的意思 它不是一大片讓你自己取 沒有,你就坐在位置上面 你要就拿一片這樣 不要拉袋子 以前我覺得吃 我覺得是真的很划算 但是現在價格好像也有點高 要不要拉袋子太大 嗯 以前就跟到便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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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附近一碗 假日好多起司 對,他的披薩就是 真的 很多起司 愛吃嗎 多吃點起司阿 這樣我覺得這口味很好 他都吃肉 沒有蔬菜 他都吃肉 沒有蔬菜 好好吃喔 看你吃就知道了 你看看兒子吃就知道 他喜歡吃這個 不要不要 然後想說你一定不吃 你一定不吃 蛤 好好吃 好好吃 吃一小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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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剩給我吃好不好 拿好 拿好 吃拿好 你用力的都不要搓到便宜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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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去試試看 他就是在國父紀念館 站這邊 我們要吃完我們要去了 去玩呀 放街囉 好吧 好